会参加除全息 想要稳定的获得配股配息的投资人 当然就是花比较长期的时间 希望能够累积自己的低桶金 或者是累积自己的退休金 可是如果存着存着 头都已经洗下去了 结果才发现今年 比如说像金融股 突然配股配息不理想 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要分成两部分 来探讨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现在除全除息的数字 已经被当作是一个新闻的话题了 所以它经常会去影响到股价的波动 所以我们要提醒投资朋友 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有些个股它的一个配息的数字 虽然高 但是不要冲动买进 因为有可能套在短期的高档 因为这变成是一个 短线操作的一个素材 那么有些公司偶尔遇到倒霉事 那配息也许不如预期 但是也不见得要杀低 因为它可能明年之后就恢复正常 所以我们先举个例子 今年配息让大家非常惊艳的 除了长龙之外 包括联发科 联发科配息配多少 联发科配了76块钱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联发科 它的技术面 如果看到涨停满呢 就是这一根 这一根就是宣布要配息的下一个交易日 可是到今天来看的话呢 其实进场为了参加联发科的除息 买进股票先赔掉的价差 所以这就是文良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只看到高配息三个字就跳进去 对没有错 那除了联发科之外呢 比较明显的例子还包括像长龙 长龙要配息70块钱 结果就是179.5出现那一天 那后续来讲呢 应该会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整理的过程 因为很多人是基于 他把配息当作是利多 跳进去买股票 而不是真心的想要做长期的投资 那配息不好的公司 就是今年被大家感到比较失望的 我举个例子像玉山金 玉山金往年都是配息的基优生 可是今年呢 现金是配两毛 股票配四毛 所以玉山金在过去段时间 股价确实曾经往下做修正 可是修正的时候我们发现 它的买点反正在这个时候出现 它并没有因为呢 它低配息 然后就持续往下沉沦 它反而封闭了 当初出现利空的缺口 也就是说 虽然偶尔遇到一两年的配息不好 但是我们看这个配息的话 是一个长期的概念 所以除了玉山金之外 还有一档股票比较典型的例子 那就是和泰车 和泰车呢 去年赔掉多少钱 去年大赔了150亿 每股盈余是-35块 今年汽车股都很值得加奖 不管有赚没赚 继续配让股东安心 继续配 它配多少呢 它的现金配两块 股票配两毛 那你说跟它现在的股价搭不搭 其实不太搭 为什么 因为股价是600多块钱 所以如果因为它去年 这个工资亏损 因为去年防疫险的关系 还有缺车 这两个因素导致呢 它去年的获利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今年呢 没有办法配出 让大家满意的 或者符合大家期待的股息 可是呢 它的股价 还是维持了一定的水准 所以说不要因为 这个配息的消息一出来 就冲动的买进或者杀地你原本就长期持有的股票 那么再来呢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 到底哪些公司 我们要怎么去决定 要参与赔息的 这个参与除息的 这个配息的一个标的 要怎么决定 第一个是要看它的殖利率 比金额还要重要 因为有些公司呢 它的配息的金额高 但是股价贵 所以相对的殖利率就低 那股价会高 其实就是产业的波动性大 这时候顺风 所以就飙上去了 那并不稳定 那平均的殖利率 如果优于市场的话 产业的波动度小 获利稳定 营业项目简单 财务结构健全的 它不见得说 配息的数字很高 但是股价稳定呢 长期持有 都是有机会赚钱 我举个例子 像5287的数字科技 数字科技的殖利率 没有特别突出 是4.95%左右 但是呢 它的股价 最近也是有往上做表现 但是重点在于说 如果它每年都配10块钱 那经过了10年 你把这配息再拿来买的话 手上持有的股票 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股票涨 不见得符合 长期投资人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如果股票一直涨上去 我等于是 配相同的一个股息 可是可以买回的股票 它就变得不多了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 营业项目简单 财务结构健全 而且长期呢 产业波动度小 获利稳定的公司 那最后 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 现在呢 很多人的一个观念在于说 有的股票套牢了 所以就把这个 寄望在 解套寄望在这个 高配息的数字上面 不要把配息当成解套的药方 为什么 因为股票在短线上的波动 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它的成长性 还有呢 市场的话题性 像AI就是一个话题性 那成长性呢 就像航运股 航运股看的是什么 运价 所以运价在主导它的股价 而不是它的配息 主导它的股价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现在持股买进你 当然就是希望赚 但是如果套牢的情况 很多人会转个念 想说那我就干脆 安定的领股息 但是您认为 这不能当成解方 这不能当成解方 因为领股息 你要领股息 是要长期这么做 才有意义 如果只为了领这一次 然后呢 将来除息之后 其实如果没有填息 那还是赔钱 那如果有心 要长期投资的人 再来好好的研究一间公司 那这个要参与 配股配息呢 能够像巴菲特那样 或者像 其实今年呢 像这个林百里 或者是这个郭董 他们光是配息 都至少坐领90亿 或者超过30亿 所以每年的配息 如果再买的话 投资人就能够降低成本 然后增加你持股的数量 所以经过5到10年之后呢 就有机会来达到呢 追求财务自由的目标 因为好公司很多 值得大家细细的研究 那怎么挑呢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继续告诉你